西安暴雨 四處淹水 兩名傷犯 撥舍攤位被沖走 拼命死抓 急壞路人 路人急喊 快松手 但兩人依舊不願放開 遭湍急的水流沖走 索性最後被救起 街道成河 汽車 水上飄 更有駕駛拍下 井蓋都被沖上天 滾滾泥水 沖上天 十多處下水井蓋如噴泉冒水 那個水都高達四五米了 西安瞬間大雨更導致 當地一處商場大水倒灌 民眾被困直呼嚇死了 水直接從一層灌進去了 跟現在一層灌進來的水 整個商場裡面全是吓死人了 不僅商場內 當地一處地下室商鋪 也遭暴雨倒灌 嚇得眾人拔腿狂奔 西安暴雨如注官方發布暴雨 橙色預警部分學校不放學 交通也實施管制 受海盔颱風殘餘環流影響 不僅西安受威脅 廣西玉林也發布更嚴重的暴雨 紅色預警 強降雨導致多處發生土石流 更有人上街倒垃圾 被沖進下水道窒息身亡 廣西玉林特大暴雨狂瀉 已造成多人死亡 而香港日前經歷500年一遇 世紀黑雨 連日來暴雨持續 香港關塘洪水如泉湧 四處成了我家門前 有小河的寫照 網友感嘆 真是關塘變真關塘 受淹水影響 關塘往旺角方向 更一度全線封閉 所幸遇事已趨緩 沒傳出重大災情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 記者綜合 記者綜合